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能想到李长乐 怎么会不提防着趋云南 我不能死 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做完 就能死 着火了 加火了 快快 来人哪 二人逃跑了 快 Chris ama叔 走 快 segu vulnerable SEC 快 记住 是 薇扬 敏德 你怎么跑出来了 那火不会是你放的吧 是我放的 火熟天牢 趁机逃走 但是罪上假罪呀 你是不是疯了 你除你太子妃的事情 都还没有澄清呢 你现在 圣上就更不能饶恕你了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是被冤枉的 我必须要面见皇上 才可以洗脱冤情 面见皇上 就凭你的一面之词 你这是自诩死路 不行 我不能同意 我并无选择 我必须要孤主一职 对了 我叫你做的事怎么样了 我按照你的要求 去了那个客栈 那日有一位 和你年纪相仿的姑娘 从这里经过 还弄坏了我心气的墙 果然找到了这个手艺 还有殿家的口供 太好了 有了这些 我就可以洗脱冤情了 快 现在就押我去见皇上 我应 快呀 好 就在这附近 给我仔细找 不用找了 我抓到逃犯了 带走 是 走 我也要小心哪 李卫央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逃狱 卫央罪该万死 但实在是秦妃得已 才斗胆出此下策 放肆 你心狠手辣 杀死太子妃一案 尚未查清 如今还变本加厉 火烧天牢 根本不把朕放在眼里 罪大恶极 朕今日 一定要严加惩处 不然天为何在 来人 等等 陛下 太子妃娘娘遇刺之时 卫央并不在太子府中 太子妃娘娘遇刺一事 卫央是冤枉的 所以卫央逃狱 宁愿拼死一搏 也不愿意背负 被人嫁祸的罪名 坐以待毙 有人嫁祸你 是太子妃亲口指证 你是凶手 还有众多证人 众目睽睽 指证历历 你还敢狡辩 陛下 您可曾听说过 易容术 易容术 没错 易容术可模仿人的面容 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是有人假冒未央 去行刺太子妃娘娘 是有人要嫁祸未央啊 就算真的有易容术 你又如何能证明 当天出现在太子府的那个人 不是你呢 陛下明鉴 卫央有物证可以证明 这就是臣女 可以证明 当时不在太子府的物证 如何证明 这个手印就是臣女的 太子妃遇害之时 我正赶往城东的土地庙 途中经过了一家客栈 而客栈的墙 刚刚砌了心泥 我的手 不小心碰到了墙面 这个手印 就是从墙上的手印 踏下来的 另外那份供词 记录了客栈砌泥的时间 与太子妃娘娘被害的时间 很接近 臣女就算有通天的能耐 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感到太子府心胸 陛下若是不信 可以派人查探 臣女所言是否属实 一问客栈之人便知 李卫阳 你可真是不简单哪 朕还是太小看你了 你刚才说的证据 朕会派人去何事 不过 就算你能洗清 杀害太子妃的罪名 可是私逃天牢也是死罪啊 看来 你还是没学会 我们大魏的律法 卫阳 卫阳从小在乡野长大 确实 确实不是什么律令法度 从小在乡野长大 李卫阳 你还敢骗朕 来人哪 在 看看她的左手手腕 是 好好地看看 这是什么 陛下 你根本不是什么李卫阳 你是北梁叛臣的女儿 心儿 你更名改姓 潜入大魏 任我朝臣为父 故意接近高阳王 你到底异于何为 你不从事招来 朕就把你仗辨于此 是 是的陛下 我就是何夕王的女儿 北梁公主 终于承认了 卫阳并非不敢承认 也并非要刻意隐瞒陛下 只是 苦于一直没有机会 说出实情 况且有人阻挠 不想卫阳说出实情 不阻挠我 谁 你们先行退下 是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就是大将军 赤云南 赤云南 此事要从 赤云南在梁州属地 发现铁矿说起 赤云南为了得到梁州封地 为了达到 私吞铁矿的目的 竟不惜诬陷我父王 犯上作乱 将我王族诛煞灭口 一派胡言 赤云南已经把铁矿上交了 何来私吞一说 分明是你父王为了一己之私 犯上作乱 赤云南将军 不得已才率兵讨伐 赤云南早已识破陈女的身份 上交铁矿 只是赤云南的权宜之策 朕如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呢 有前张业太守 绝比奏章为证 马军的奏章 没错 马太守 早已发现了赤云南私吞铁矿 欺君网上的罪行 写下一份弹劾奏章 不曾想 还未来得及把奏章送出 便已遭了赤云南的毒手 奏章何在 奏章便在 高阳王的手中 俊儿 殿下 您都跪了整整两天了 什么东西都没吃过 这样下去身子怎么受得了啊 奴婢带了点吃的 您多少吃一点吧 殿下 娘娘在世时最疼你 舍不得你挨饿受冻的 如今您这样 他在殿之灵 岂不是更加难过 殿下 您就听奴婢的话 多少吃一点吧 殿下 殿下 宫中传来消息 说天狼着火了 天狼着火 未央还在里面 未央还在里面 天狼着火 最好把他活活烧死 他害死娘娘 活该有此报应 来 殿下 殿下 事到如今 殿下 殿下还在担心那个李未央 臣下还未查明 如果他是冤枉的他不能死 如果 如果真的是他害死的母妃 更不能就这样死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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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高阳王殿下 天牢大火 未央现在如何 天牢大火是未央点的 他趁机逃走 想劫机见皇上 澄清罪责 如今都自身难捧 你还是不忘灭国之仇 现在皇上已经龙颜大怒 亲自审闻未央 未央进去了许久 不知道情况如何 还请高押王殿下帮忙 殿下 宫中传来消息 请殿下连夜入宫觐见 我知道了 退下 是 卫阳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还请高押王殿下速速入宫 去营救卫阳 这就是前张爷太守 马军的绝笔奏章 齿云南 你竟敢欺骗朕 军儿 你既然早已知情 为什么隐瞒不报呢 孙儿隐瞒皇爷爷 请皇爷爷责罚 是我恳求殿下 隐瞒此事的 皇爷爷 其实不确然是李维扬恳求 主要是孙儿顾忌 池云家在朝势力庞大 又有兵权在握 若无十足把握 孙儿断然不敢轻易说出 以免朝野动荡不安 罢了 是逢你丧母之痛 将心比心 朕也不忍再追究 你先退下吧 所有事情 朕已明白 先将你还押大牢 待一切水落石出 再行定夺 可是陛下 既然已经证实了 齿云南的阴谋 就请皇上昭告天下 铲除坚力 为我父王证明 我父王并非乱臣贼子 也请陛下 放过受苦受难的良民 让他们可以得到安定的生活 昭告天下 说朕被自己的臣子 愚弄百步 任人不清 好让天下的老百姓 嘲笑朕是个昏君吗 李维扬 你要朕替你报仇 恢复你父王的名誉 你就不想一想 朕也要维护朕的名誉啊 陛下难道 要纵容臣子 弃君往上吗 你不要再说了 朕不会为了一个叛臣之女 杀一个有功之臣 可是 朕可以答应你 放过那些良奴 让他们 跟我大魏子民一样 将有同样待遇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良人 统统都是大魏的子民 是朕的子民 你身为北梁公主 难道不应以百姓的万福为首吗 难道你忍心 在看着他们 继续沦为奴仆 琉璃失俗 天下之大没有容身之处吗 复仇 还是百姓 孰轻孰众 你自己衡量吧 卫央替北梁百姓 谢陛下 龙恩浩荡 卫央替北梁百姓 你回天牢去 给朕老老实实地待着 何时查明杀害太子妃的真凶 何时再放你出来 还有 不许你在高阳王面前自证清白 陛下 朕让高阳王恨你 忘掉你 你是一个被灭国的公主 朕不会允许你跟高阳王在一起 今天在这里所说的一切 你若敢擅自宣扬出去 朕就灭你九族 押下去 朕葱王